大片树林环绕中央两层楼木造建筑 整个庄园占地707坪 国产署证实月租金只要604元 位于南投埔里 这是立为马文君向国产署乘租的国有地 让当地租屋族学生有严重的相对剥夺感 很多那个政客也都像这样子啊 那个补助金 然后结果都是跟自己的产业有相关的 听到会心里不平衡啊 但是这个在台湾已经是心之有念的东西 同样在南投埔里6000多块的预算 能租到什么呢 走访邻近济南大学周边 各式雅房套房出租招牌 10坪左右的房间一张双人床 书桌衣柜月租6000左右 如果是双人房的话 可能都要五六千块以上 在埔里就是住的地方都是蛮靠近视的 平时蛮方便的啦 但是以学生来说还是会稍微觉得有点负担 实际上591租网 价格约5000元至6500元 房型只有一般普通套房选择不多 标准一房一位 落在7坪到12坪左右 根本租不到透天错 更别说两层楼牧室庄园 当地房仲也分析 因为埔里多是外地人来求学 租客非当地人价格也偏贵 如果又在市区的话 真的如果你要租到透天以上的话 至少都是1万5到2万5以上 南投破例 十几坪的套房月租就要加6000元左右 甚至还没跌加水电费用 但立委马家的住处 七排欧市两层楼建物 土地租金只要604元 这样的落差 让当地的租屋族特别有感 三宣文 我愿意这样的显云真南投采访到